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胡思文 Jonathan Wu 我是胡家隆 Simon Wu 歡迎收看《投資理財天地》 Jonathan 政府在終身收入現金流和社會福利上的關係 作出相當大的改變 沒錯 過去這幾個月 我們五月當然有大選 我們見到工黨和自由黨 大部分時間是爭取什麼 就是關乎付了稅的股息 franking credit 或者付扣稅 negative gearing 這兩個大題目 不過實質上 政府已經過了很多新的禮 關乎其他的退休金 或者退休的產品 計算方法 這些就是2019年7月1日之後就有生效 就關乎剛才Simon所說的 中身收入現金流 或者英文叫做LIFETIME INCOME STREAM 或者LIS的產品 改變了規則 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如果你是7月1日之前買了 這些新的規則就沒有影響到你的 今天這一集我們就想深入一些討論 改變在哪裡 還有如果你現在是考慮買這種類的產品的話 那你要考慮些什麼 以及會怎樣影響到你的Age Pension 實質上在2017年7月1日之後 聯邦政府已經過了一批新的例 就是給大的退休金公司和人壽保險公司 給他們新權去策劃 就給他們設計新的退休金的產品 那麼在2017年7月到現在 實質上在市場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新的產品 原因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政府沒有澄清 如果你設計一個新的退休的計劃 或者產品的話 會怎樣影響到社會福利的Age Pension 的資產和收入的測驗 會不會減低了一個普通人 本身是收入Age Pension 會減低他的Pension 影響會多大呢 那時候就沒有人知道 因為現在2019年7月1日之後 政府澄清了這個計算方法 大家現在未來這幾年 就會看到這些公司會出一些新的產品出來 和大家分享和考慮投資下去 說了這麼久 可不可以和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叫Lifetime Income Stream Lifetime Income Stream 就是說你是一筆錢 投資了一個產品 他就開始派錢出來給你 那如果那個產品是會派到你過身 或者你有一個reversionary的受益人 譬如你的伴侶 你過了身之後 他就會繼續收錢 去到他過身 才會停止為止 這一種就是Lifetime Income Stream 大部分時間 最普遍這一種類的產品 就是終生年金 或者Lifetime Income Stream 不過大家要記得 有哪種類的產品 不算Lifetime Income Stream 包括 Account Based Pension 就是賬戶養老金 Defined Benefit Income Stream 就是固定收益退休金 有些產品 或者有些退休的產品 在現在的資產測驗不算下去 以及最後就是固定期限的年金 或者Fixed Term Annuity 那政府這個新的評估方式 是不是對老人家有好處呢 那就要看回你個人的情況 以及你本身買入的產品 算不算是一個Lifetime Income Stream 那你要看看 本身在那個產品裏面 有沒有一樣東西 叫做Capital Access Schedule 就是那個資本存取計劃 如果那個產品裏面有這件事的話 那你就在新的規劃裏面 你就是有改變到的 那改變在哪裡呢 是有兩方面的 第一就是那個資產測驗 Assets Test 那麼在那個資產測驗呢 你就一買入那個那個價錢 在那個測驗就會計百分之60%或者六成 去到你到了84歲或者最少是五年 所以譬如如果你是83歲買入這個產品的話 你是要等到88歲才會那個計算方法 再改變到會下降到百分之30% 那當然如果你60歲已經賣了的話 你是60歲去到84歲 就算回六成 84歲之後就會跌到三成 那麼在第二個測驗就是那個收入測驗 就很簡單的了 就是它計算你每一年所收回來的收入 就算六成 就是這麼簡單 不如這樣吧 將新的和舊的規則 放在一起做個比較 好啊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表 這個表就會看得到 比較舊和新的規則 如果看回那個資產測驗 舊的規則就是說 你買入的價錢 就每一年就會不停下降 是會下降到 就是跟回你的法定如期壽命 去到零之後 那你那個買入的價錢就變成零 它那個評估的價錢就零 現在新的那個就是剛才所說 如果你是買入了 它第一天就價你60% 你買入的價錢 去到你84歲或者至少五年 之後就會跌到百分之三十個百分之 去到你過身為止 在那個收入的測驗 就是它舊那個規則 就是看回你每一年減回一個折扣 那個定了的數 那這個就是每一年都會有變動的 現在新的例呢 或者新的規則呢 就是很簡單 計算你百分之六十個百分之 那如果我們比較新和舊的規則 在一個例子上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例子 那譬如你買了一個五萬元的 那就是那個終身年金 那這位女士呢 是67歲的 那她那個壽命的那個預算 還有20.33年 那她每一年呢 會收到兩千七百三十六元 而這個收入呢 是每一年就會跟回通貨膨脹 是有百分之三個百分之的升幅 那她那個可折扣的那個總數呢 每一年是有二千四百五十九元的 那大家可以留意這幅圖 那這幅圖呢 那這幅圖呢 就很簡單就是看回你的年齡呢 比起每一年的資產的測驗呢 它算你這個 Lifetime Income Stream 它算你多少下去的那個測驗呢 那麼那個舊的規則呢 就跟回紫色那條線 新的規則呢 就跟回綠色那條線 那麼大家看到呢 你一開波買了之後呢 因為那個新的規則呢 是馬上計算你百分之六十個百分之 你那個計算方法呢 就可以說是好處很多的 因為如果你是跟回舊的規則呢 你是基本上買入那個價錢 它就算你買入那個價錢 是百分之一百個百分之的 不過每一年呢 減一下減一下呢 基本上 如果你是如果 譬如你是六十七歲買入呢 你是大概八年之後呢 那那個紫色那條線呢 還有綠色的線就有交界 交界之後 可以說用舊的計算方法 是會有益處很多 直接會影響你的年齡券 應該舊的規則會令你收到更多的年齡券 剛才的資產測驗 現在我們看看收入測驗的分別有多大 大家也可以看看這幅圖 這幅圖是剛才一樣的例子 買了5萬元的年金 在舊的規則 基本上一開始便是值得很多 因為你每一年有一個折扣的總數 而在這個例子的折扣是2400多 因為你本身的收入是2700多 你減回那個折扣 你在評估那個時間的收入測驗是很低的 而在那個現在的新的規則裏面 它是計算60% 你是沒那麼划算的 不過你是慢慢慢慢地 去到97歲左右 那你就會開始見到 在那個收入的測驗 用的新的規則 就會好一點的 剛才的例子就OK的 但是好像簡單一點 有沒有一些是真實一點的例子 一個真實一點的例子就好一點 因為每個人的情況 是不會不但只買一個養老金戶口 我們看看皇先生皇太 皇先生68歲 皇太66歲 自己有一間自主屋 沒有按揭的 皇太決定了買一個 reversionary的養老金戶口 就是用二十萬 而這個二十萬 每一年所派出來的錢 就大概一萬元 不過是會跟回通貨膨脹的升 同一時間 皇先生皇太有兩萬元的 車和梳化的資產 還有三十八萬的 財務的資產 是需要計算下去的 收入測驗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表 這個表就是比較分 舊和新的規則 皇先生皇太會得到 多一點或者少一點的 H pension 如果是用舊的規則 他會收到一萬九 用新的規則 就差不多可以收到二萬六 那個分別是有六千元 原因呢 是因為那個資產的測驗 令到他那個 Pension的計算 就低了很多 大家可以看看這幅圖 基本上頭九年 用新的規則 就會低很多 之後呢 舊的規則 就會令到你收到多一點的 H pension 原因都是 用回和看 那個計算方法 大家就了解到新的規則 就會影響到很多 這些所謂年金 或者 Lifetime Income Stream的產品 所以如果你正在考慮 想買的話呢 你最好就問你的理財師 做一個評估 新的規則 會影響到你的H pension 多少 現在定期的息口 不停下降 大家現在在想 我應該怎麼做呢 因為大家要記得 今時今日買入一個新的6個月 或者12個月的定期 你現在是虧錢的 為什麼虧錢呢 你是虧了那個通貨膨脹 因為通貨膨脹 是比利息還高的 那你有什麼選擇呢 如果當然 你現在看到 那個息口低了的話 你借錢回來的 那個成本 一樣都低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 讓你可以減低 你自己家庭的 債務 那個總數 如果你已經是還了錢的話 你可以投資倒落 什麼呢 你可以考慮按揭基金 而這些按揭基金 當然 那個風險是高 定期少 不過相比來說 那個收入 一樣都高很多 那你當然 需要跟你的 專業理財師 談一談 你個人那個 風險的評估 受到多高的風險 你就可以考慮 買這些基金 而這些基金呢 今時今日 就在拍攝 大概5厘到8厘了 就在拍攝 我們來看看 我們去保護